大家好,我是小七老师 那我们有提到结果不会骗人 那到底什么叫做结果不会骗人呢 那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哦 就有一次在我的讲座当中啊 然后我们有一个部分就是要考考大家 对于很多事的信念跟想法 所以就出了一些填空题给大家填 而在这个填空题呢 就大家本能反应 想想看说对于这个名词 它的本能反应的答案是什么 就把它写下来 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钱等于什么 那有一个学生就很有意思哦 他就写下他的答案了 后来我们在听大家的答案的时候 大家猜猜看他写钱是什么呢 然后他写的答案就是钱很难赚 然后当我讲到潜意识运作的原理就是 我们的信念会决定我们的潜意识的一个程式 而他就会变成一个焦点 所以当我们相信什么 我们就会把相信的人事物吸引过来 而在当下他马上恍然大悟 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我以前觉得钱那么难赚 就是因为他觉得钱很难赚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啊 我们的想法真的有很巨大的力量 而且这种事情是理事不爽 而是发生在一次哦 而是在我很多次的一个咨询当中呢 我就发现当人们有这种信念跟想法的时候 他们真的都创造出他们要的结果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你现在在面对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重新去检视到底这样的结果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程式导致 而我们去改写这个程式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马上翻转马上改变